你把我關在這裡幹嘛 我要出去啦 我是護理師 不是你請的看護衛 你搞清楚好不好啊 他什麼態度 你兇什麼兇 我也是病人耶 我也確診耶 你不要以為你穿這樣 我就認不出來你之身 到時候我照樣投訴你 我不能再哭了 我也不難氣耶 我要加油 我們要再生病毒 你那時候自願跑去做武漢班機篩檢 你有沒有擔心過你自己 我都經歷過SARS了 這不算什麼啊 那你有擔心我跟小孩忙 如果我已染疫 我們怎麼辦 專責 聽起來就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 就越需要有能力的人去做 不管做什麼決定 我都支持你 如果沒有你跟溫妮 再怎麼有魄力的決策 也沒有用 這Alpha真的很狡猾 傳播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我在機關署的朋友覺得 動機內疫情很難停下來 現在我們竭盡全力的 還不只是避免被封怨 我們更要盡全力的 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希望我們被辭 能夠有能力救更多的人 我好累死我了 厲害吧 我可以出去了 我們把我關在這裡幹嘛 我要出去了 我是護理師 不是你請的看護 你搞清楚好不好 你那什麼態度 你兇什麼兇 我也是病人耶 我也確診耶 你不要以為你穿這樣 我就認不出來你自身 到時候我照樣投訴你 我不行 我還是過不去 我不能再哭了 我也不難氣耶 好 我要加油 我們要正身病毒 嗯 我們好棒啊 我們好棒啊 確定了 十逼明天開始專責 你一定沒去 不然就請個假 等專責結束再回去上班吧 你確定你現在要跟我講不講 媽 不好意思 孩子在麻煩你 千萬記得 我一定要告訴你 媽媽 你知道嗎 如果啊 專責之後 我們還活著 蛤 你們想要做什麼 我們活著嗎 都可以想我們小孩喔 是問我們自己喔 嗯 會想小孩的話 當然是能出國就出國喔 對不對 好 我相信 在這麼嚴峻的一個 疫情情況之下 確診染疫者 是多麼 期待需要 醫護團隊的一個 齊心合力的照顧 你們能夠守我齊誰 全心全意 用心用力的去照顧 守護 陪伴著 確診者 這份精神 是多麼的 令人感動